2021年8月27日光之兄弟群体加速觉醒和进化传导莫尼克马修译者扬声传导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给你们信心和信念 我们知道这种信心和这种信念经常在你们经历的那些认为他们在管理你们的国家的人身上受到考验 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地球人民的问题 所有民族都被要求以某种形式做出贡献 也就是说他们被置于自己的面前 他们能做出健康的反应吗 他们有分辨能力吗 他们是否有实力不让自己完全被虚假的现实巨大的谎言所操纵 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会再说一遍 也许换一种方式吧 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生活在终极启示中 他将允许那些已经理解并能够进入中等水平的人在走向黄金时代之前的时间 有些步骤可以很快完成 但它们是必要的 你们看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们处于意识的黑暗中 我们要告诉你们的是 某天的突然之间 你们的世界会有一道伟大的光 有时你们会为自己的不耐烦而感到抱歉 但人们无法看到事情进展的足够快 这原因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 你们被困在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中 被称为操纵奴役后代 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存在住或多或少的暴力或多或少的严厉 但历史一变又一变的重演 但这样的历史还会会重演多久呢 时间已经不长了 因为总有一天要打破这个地狱般的轮回 而且只能靠人民的意志 只有靠人类的意志才能打破 如果人类仍然相信媒体给他们的一切 他们将会很难过 他们将无法摆脱监禁 无法摆脱代代相传的 持续了无数年的格式 你们听某某人说的话是因为 据说他们比你们更聪明 因为他们似乎对事物有更高的认识 但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这是真的吗 你们来到了一个你们必须理解的时期 你们必须区分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不真实的 你们必须完全提高你们的洞察力和定位自己 正如我们说过的 我们不会强加任何东西 我们是来指明道路的 我们给你们一些建议 让你们走得更快 让这个文明的问题问题变得没那么困难 我们向你们展示了要遵循的方向 你们可能会发现朝着我们向你们展示的方向前进很容易 但是年轻的灵魂在这一生中还没有经历足够多 所以在这个时代 在你们的家庭中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你们可能同意或不同意那些与你们完全不同的人 那么还需要做些什么来尝试协调你们的生活 尝试与自己和谐相处呢? 最主要的是要和自己达成一致 所以我们会说 一遍遍地说 对自己真诚 试著定位自己 试著说不 当你们转世时 说事比说不容易的多 当然 说不会让你们与所有人都朝着轻松的方向前进 我们告诉过你们 不会太久了 我们并不是说它会在明天或后天 但无论发生什么 它都会加速 我们非常坚定地告诉你们 它要么朝着对人类完全积极的方向加速 要么朝着对它完全消极的方向加速 而这恰恰是根据所采取的立场 根据世界人口的共识 基于人类说不的能力 然而 其实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总有光明渗透 因此你们生活的黑暗时刻非常有利于意识的觉醒和进化 你们目前生活在黑暗的一面 压抑的一面 你们的印象是套索正在收紧 它会完全压垮你们 我们说不 套索没有收紧 它会上升到一定程度 然后一切都会下降 一切都会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将有足够数量的人觉醒并接受 所以必须抬起他们的眼睛对天堂说 父神母神 请帮助我们 帮助受苦的人类 帮助我们找到和平 内心的平静 宁静 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喜悦和爱 帮助世界上遭受巨大苦难的人们 你们可以向父神母神以及光的伟大存有提出这个请求 但你们的眼睛总是转向天堂 说 我们人类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但我们不能再做更多了 因为压力变得非常强大 我们把自己放在你们的手中 无论他们是神圣之手还是伟大光之存有的手 请帮助我们 用你们的心而不是你们的智慧去祈求 请求这种宝贵的帮助 可以肯定 这将被授予人类 或者至少是人类将有勇气用自己的力量请求的帮助光之计划 帮助无形的计划 无论如何 人类都会得到帮助 因为它是重生计划的一部分 是对这个世界所有生命进行彻底重组的一部分 帮助会自动获得 因为它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这种帮助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给你们 在几周或几个月内 但如果你们保持冻结状态 如果你们不投资自己 如果你们不朝住我们想要的方向前进 则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来给到你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